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汤森路透基金会发表的文章就有指出 热带雨林保护与研究中心TRCRC执行主任查曼在受访的时候就有指出 为了应付木材还有棕油的贸易 大马现在已经失去了大片的热带雨林 如今中国垂涎榴莲就让大马的森林面对了更大的风险 他说这个部分马来西亚必须要给予更高的关注 这篇文章来得非常及时 因为大马的榴莲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品种 比如说猫山王、D24盒、红虾等等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大马的农业部不断游说中国 让更多大马的冰冻榴莲能够出口到中国 赚更多人民币 从之前的那些冰冻的果肉 然后到现在整颗冰冻的带壳榴莲都可以出口到中国 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 绝对是本地的榴莲商想要进入的国家 所以榴莲种植的面积就越来越大 大幅度的增加 引发森林保护者的关注 查曼是昨天在吉隆坡的研究中心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认为榴莲就是马来西亚下一个的威胁 所以他就促请大马政府要尽快采取监察的行动 并遏止市场对榴莲的高度需求 以避免大量的铲除森林 他就认为大马政府应该要管制榴莲种植业 并指政府可以提出一些条例 限制榴莲的种植范围 种植榴莲过去是在家庭果业或者是小型的农产 那么随着市场越来越大 以及政府不断的支持 种植榴莲现在已经成为大财团大公司的一项重大的投资 那么政府目前放眼在2030年时 榴莲出口能够增加50% 以便追赶泰国在榴莲出口市场上分一杯羹 那么根据全球森林观察 2018年全世界共有12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 而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大马除了是木材生产国之外 还是排名第二的油中出口国仅次于印尼 大马和印尼的油中种植业 因为伐木、砍伐森林、开发森林 灵活和对待劳工的这种福利大约 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来自欧洲的严格审查 不过在今年7月的时候 水源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就指出 该部门现在是要修订国家森林法令 包括加强森林保留地的管制 还有执法 以便维持森林的生态系统 那修正案预计最迟将会在明年的3月 提成国会寻求通过 查曼就有促请政府在推动榴莲种植业的时候 是应该要吸取过去在森油业错误的一些教训 他就说与其把榴莲种在森林区 政府更应该鼓励农夫以榴莲取代老的这一些森油树 在农地上混合种植来抵抗原产品的价格浮动 在马来西亚森林事务是属于州政府的权限 就像土地一样而不是联邦政府 那么绿色组织就认为说 这些可能会导致州的执政者 为了要注重更多的经济效应 而忽略了环境保护还有原住民的权益 那么政府就应该修订国家森林法 更推广更好更有效的森林管理 并鼓励寻找新的森剂 而非依赖大型的砍伐森林所产生的经济效应 政府可以推动这种碳积分 就是carbon credit市场 政府同时也应该思考管理森林的新方式 因为目前政府所使用的方式是 1980年代大概30年前的传统方式 利用森林来赚钱 那什么是碳积分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是一项促进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所采用的一个市场的机制 那在这个机制之下 如果某个国家或者是某个企业 实际上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超过所分配到的一个额度 那就要被罚款了 或者也可以转向其他没有超额的国家或企业 购买他们所剩余的额度使用 好了 那么去年二月 吉兰丹的特米亚族原住民 设置了路障展开漫长的抗争 试图阻止猫山王榴莲种植公司 进入他们认为四百公顷的原住民习俗地 那么今年八月的时候 约两百名原住民就拉队到不成 见首相马哈迪 要求他尽快解决化妄生原住民的问题 虽然流连能够为农民 还有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跟经济下 但是政府应该在保护森林 保护这些稀有动物 还有原住民习俗地的课题上 取得一个平衡点 以免顾此事必 你赚了钱但是却赔上环境 未必划算 没错 我觉得保护森林 保护环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就要开始有所行动了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蓝主编 下星期二同样时间我们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